日本对美国的恩情真是还不完 上周四日本被美国列入了汇率操纵监测名单 以监测其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外汇操作 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又要冲到160比1了 美国套在日本脖子上的金融缴索如今是越套越紧 之前日本干了些什么呢 那也确实是两度干预了外汇市场 总共是消耗了6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 在4月29日和5月1日分两轮大规模买入了日元 控制日元贬值的幅度 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到了160比1 在干预后上涨至了155比1 经过这轮斗法 日本央行的底儿基本上是被探出来了 160大概率就是是否下场干预的那条线 很显然危机并没有解除 经过6月初的几轮摇摆以后 日元上周已经重回159比1的低位了 非常接近再次干预的条件了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 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 在6个月内最多进行三次干预 每次干预不超过三个工作日 也就是说短期之内 日本央行只剩下一次公开干预市场的机会了 要注意的是 一开始提到的汇率操纵监测名单 包括可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这些操作 都是由美国单方面制定标准并定义的 那么如果一国政府过度干预汇市 真的操纵了货币会发生什么呢 或者说美国会对其做什么呢 目前上无定论 但可以说这像极了一顶莫须有的帽子 扣上了之后 失杀失剐 美国人说了算 比如说大规模的贸易制裁 或者通过各类国际金融组织对一国搞孤立 这就是金融霸权嘛 行不可知 则危不可测 说难听者 就是又当又利 但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 你能和美国人做到何种程度的对抗 美国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候 你手里最好真的有 联想一下Swift系统 威胁将你踢出Swift的威力最大的时候 往往是你与Swift关联最强的时候 那就说俄罗斯吧 你真把它踢了 那确实是有影响 但好像也没削弱其战争能力 俄罗斯从2014年准备至今的堡垒经济 在抵抗外部金融攻击时 也确实很有效 也值得我们参考 说到底 美国人嘴里的汇率操纵 就是和选择性执法一样 做到什么程度 针对谁 效果如何 都会以实际情况而定 问题在于 日本并非俄罗斯 它不是一个拥有政治主权和军事主权的国家 无法建立抵抗美国金融收割的物理堡垒 就连在金融上抵抗美国的弹药都很有限 日本央行手里的美元现金并不多 大约为1589亿美元左右 大部分外汇是割类债券 等价是约为9275亿美元 想要获得足够的美元现金来救市 必须要出售美元债券 由于美债规模过大 现在这个时间点 美国正满世界找接盘侠买美债 作为美债最大的接盘侠 日本如果开始大规模卖美债 必然会招致美国的反对 6月18日 日本第五大银行农林中央金库就宣布 将在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内 出售约63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欧洲债券 以处理浮亏 这和前段时间 许多美国爆雷的银行是类似的 都是因为持有了过多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 美联储加息后 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 国债的票面价格就大幅下降了 这导致出现了大量的账面浮亏 农林中央金库这么干 相当于是一种在可能出现挤兑 而缺乏流动性资金的情况下 不得已采取的割肉性 从时间点上看 6月18日宣布要抛售美债后 6月20日 日本就被美国列入了汇率操纵监测名单 这很可能是一种警告 看起来 日本正在绞尽脑汁 通过各种手段积攒弹药 筹集可供下一次干预会市的美元外汇 通过各种边边角角的办法 卖美债 可能也是一种对美国的试探 接下来 就看看美国和日本的斗法会进行到何时了 这种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 已经是越来越搬上台面 为各国民众所知了 恐怕会有更多人看明白 为什么说现在这样发展下去 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了 感谢观看